毛丹咋卖了 毛丹十块钱七个 十块钱七个 是 那个呢 电饭厂呢 五块钱的 三块钱要五块钱的 五块钱 要不要吃毛丹 要不要吃毛丹 我想问按啥随便吃在多少钱呢 随便吃 吃饱为之 吃饱为之 我也不知道你做哪啊 你吃啥吧 我吃不得意 没事 我吃的 我吃的 我也吃的不得意 你还购 十块钱七个 我要二十块钱都给你十六个 二十块钱十六个 要不要吃 你能吃到 我呀 我不知道 我便能吃败 烤这个咋卖的 三个以后十块钱四个 这个呢 这个六 十块钱七个 十块钱 这里都是十块钱七个 十块钱六个 这么便宜 那就尝一下吧 能吃多少就给多少钱吧 好吧 这个也放点 这种 这种是毛交叉 不要那么多 够了够了够了 没事 没事就买二十块钱呢 怎么那么多啊 能不能叫大姐一句亮女 亮女 你叫亮女 这也好 能听懂吗 怎么会讲话我赶紧发财 我让你幸福一层幸福 一共多少钱 一共三十块钱 买三十块钱 我一共用的发贷 一共用的发贷 一共用外贷一定能发贷 你真会说话 结了 一共不是这次发贷 叫夜贷 一共用了 手机都十来多去了 没有那种外贷 这一妈乳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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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 嗯 大姐说这里 等一下可能城管会过来赶 我们去两边吃 咱们就找个地方姑队的那吃 知道不 你们这不是叫姑队 你们都要坐在这里 就坐在这里吃吧 没吃 你们知道布捞盖啥意思吗 啥意思 布捞盖 布捞盖啥意思 布捞盖 不懂 布捞盖是锡盖的意思 锡盖 锡盖的意思 买了20块钱的毛蛋 真的经济实惠 10块钱呢 我帮你们拿着 你们来吃 今天我看妹妹你们俩帮大姐卖糖葫芦 卖挺好的 吆喝的挺好 你们能不能帮这位大姐卖卖麻辣毛蛋 可以啊 大姐她说帮你们卖 帮你卖下你管晚饭行不行 谢谢 能不能管晚饭的 可以 可以是吧 来帮帮你卖 腰好起来快点 麻辣毛蛋 麻辣毛蛋 10块钱6个 10块钱7个 7个 美女吃毛蛋吗 毛蛋可以尝一下 麻辣毛蛋10块钱7个 结尾了 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这个东西不一定符合那么多人胃口 对 对 但确实是好吃 麻辣毛蛋10块钱7个 水啊 2块1块 麻辣毛蛋 水啊 麻辣毛蛋 这个好吃啊 我爱女儿最好吃这个了 麻辣特别7个 是吧 嗯 真香 又脆又香 又脆又香 味道咱咱胱 啥味 你要说一下 像什么 像一个蛋 像那个 卤蛋的味道 然后用尖的鱼蛋的味道 我不要吃 老婆给这个辣椒粉 麻辣毛蛋 麻辣毛蛋 麻辣毛蛋先吃一个 大厨一点辣椒粉 不是 我还说随便吃呢 他不敢吃这个蛋毛的 麻辣毛蛋 十块钱吃个 别人看到我们吃的这么香 肯定也想买 知道吧 对对对 你们广西不是啥都吃吗 广西啥都吃吗 咱也吃 没有啊 没有吗 那是广东吗 说实话味道怎么样 你不要你不要想 老想着它是个 我感觉它有毛 这才香啊 肥话 毛蛋毛蛋 它没有毛就不叫毛蛋 你吃几个 两个 两个 还有这么多 等下给那个小莉吃 小莉有点感冒 她吃不了 你看她接着这个 接着提啊 那不叫感冒 昨天我们一起做火车来郑州啊 哎哎哎 你看她的嘴 你看 还有嘴呢 我你叫我吃 这真的还有嘴 所以这个 她头 没事没事 吃吃 我吃这个 毛蛋好吃 好吃 这小姑娘本来 就浑身疼啊 感冒了 然后昨天在上火车的时候 还碰了两只头 我当时看到她那个表情啊 这个就不说了吧 既心疼又又那个 又搞笑 这要饮了 昨天38度6 你是从几点 拜到几点了 我没有 从上午十一年到下午四点 哦 晚上十一年 咱们这个地方 别做的时候 长期就要出 马来马来马来 马来马来 5块钱三个啊 从来年来的时候 我们就得出 是 人家的公罗 人家的公罗 一会年 对 我看这还是比较人心话的 可以拜托啊 我给你教一拜托 这一会儿他们下班了 嗯 刚才讲一下 这里是郑州的邻居广场啊 我看到这种 板坂特别 接地去啊 卖水果的 卖这个吃的 美食的很多啊 而且附近都是大型的 服装批发市场 我觉得郑州是一个特别有活力的城市啊 年轻人特别多啊 来到这边是不是感觉心情都是好吧 太多人了 干嘛呢 不能浪费粮食 该吃再吃啊 拿着今天晚上吃下去 什么粮食就不好吃了 啊 黄大姐吆喝吆喝啊 你一个人在这儿 别点儿挣走了吗 还是假的人都别这儿了 我包老公 你老公在这边 老公做什么的 在家 在家给你弄这个是吧 你在外面卖 两个就挺好啊 在郑州飘国啊 来郑州多长时间了 十来年了 十来年了 你这个还有多份生意 我看没有其他人卖是吧 这个是因为这个给你吃的 生意不太好的 你卖也卖 比较冷门的生意是吧 卖要麻烦的生意 这样更好 没有那么 净都没那么淡啊 独家 一般也是年轻人吃吧 我看你 年轻人吃 对 总老年吃 总老年吃 麻辣毛的 五块钱三个 十块钱七个 好吃 你看我买了这些的 不用热了 你尝尝 这边卖汤葫芦 好卖不好吃 没有卖呀 他买汤葫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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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弄个腿给你摆一块钟了 给你租队买好不好 麻辣毛蛋啊 干了没一个干 干干 你老板呢 没有没有 挺好的我觉得 每个行业都做到这个 麻辣毛蛋 这个也不贵啊 汁汁冒油 平时我们买的那个盐区蛋还要两块五三块呢 你看这五块钱三个才和一块多一个 是吧 十块钱七个 刚才我买二十块钱的大姐还多 多饶我两个啊 喝那会儿做啊 二十块钱买十六个啊 妹妹这么好的美食麻辣毛蛋你确定不吃吗 试一下吧 生病了 好那就不勉强你了啊 你们送你们吃就好了 花了二十块钱买了十六个毛蛋啊 十块钱买了四根淀粉肠啊 毛蛋吃了一共六根啊 还有十个 淀粉肠吃了两根还有两根啊 麻辣毛肠 小丽他不吃啊 吃不了了 生病了啊 味道还是不出的 但是真的吃不了了 太香了啊 看来这个我们这个不能吃的话是不能做美食博主的啊 不过也替大家尝尝我们河南的一些美食啊最近 最近都在我们老家啊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还有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 他们两个是真实相亲的啊 并不是说搞什么什么什么剧情啥的啊 真实相亲都是单身的啊 相亲的 最近如果有喜欢他们的男人可以跟胖铭说一下啊 到时候来我们大河南郑州许长都可以啊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